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有一句話我相信很多有讀過書的朋友都聽過 那叫做什麼 千呼萬喚使出來 不要往壞的地方想 就是說在大家引領期盼的情況之下 終於台北股市在王冠AI系統下 終於翻成多方架構 老船長你幹嘛講那麼慢 因為很重要 因為得來不易 你們在這邊看我分析節目對不對 那每一天我給你看科學的證據告訴你說 台北股市在空方架構 你不以為難 你根本不想聽 你甚至乾脆不看我的節目 但是我會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改變我的說法 三個字不可能 我永遠都是據實以報 而且我會告訴大家 雖然台北股市在空方架構 但是很多的股票它還是怎麼樣 在多方架構 換言之你可以去操作多方架構的股票 只是很辛苦 那如果你操作的是空方架構的股票 大盤又在空方架構 那你怎麼樣 不敢說我們死賣我 但起碼你輸的機率很大 你會覺得好難做 每天追高殺低 真的老船長過去這段時間 好難操作 那你慢慢相信我了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這個得來不易的 大盤的王冠第一根紅 大盤就是最大的一檔股票 你可以這樣子看 它要翻多很難 就像它一翻空要馬上翻多 不容易 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有安裝的朋友跟我一樣 這邊點一下 點上市大盤對不對 好 各位看到今天上漲204點 對不對 把你的手指頭拿出來按一下 對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把這個虛線拿掉 請導播照這裡 我看看來 來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讓你看個清楚 看個爽 看個夠 那過去經歷了多久各位 再扣掉禮拜六禮拜天 老船長 這樣又怎樣 我的媽呀 投資朋友有時候很可愛 我不敢希望投資朋友舉一反三 但起碼 老船長在講的時候 你稍微用一下你心 可以嗎 那好不容易翻成多頭架構 多頭架構就代表你接下來操作股票 做多這一件事情 會怎麼樣 如魚得水 輕輕鬆鬆 所以你看我測標 你要怎麼樣 做到全壓 但是你還是要買 多方架構的股票 這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像今天有些股票它大漲 可是它已經跌死了 它拉漲停 你沒有感覺 真的老船長 我們也還沒有解套 大概在八根停板就會解套 那你慢慢等吧 猴年馬月 是吧 它翻空這麼久了 你還加碼攤平 越攤越平 就因為你沒有安裝王冠AI系統 所以它大跌的這一段 你跟它怎麼樣 如影相隨 你是在跟它談戀愛 跳恰恰是不是 你避開這一段 現在台北股市 終於翻第一根紅 你再把你的資金怎麼樣 哪怕你一百萬只剩下七八十萬 輸了兩三成 有什麼關係 全壓 很快就賺回來了 對吧 那你不聽老船長的 你一直抱著那個空方架構的股票 你一百萬只剩三四十萬 你告訴老船長你怎麼翻身 所以過去這一段時間 有聽我的話的朋友 我相信你們一百萬 還剩七八十萬 那是喀喇喇 腳喇喇 很簡單 可是你執迷不悟的 我就沒有辦法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股票 當然股票市場是這樣 有一些人就是比較倒楣 有一些人很幸運 幸運的就是你亂買結果第二天 漲停板 哇好爽 對不對 我都說你亂買的漲停板 那不是幸運是什麼 對老船長 那有一些是倒楣 他也怎麼樣 也不要說他隨便買 搞不好他很認真研究 這家公司對不對 形象很好 過去也很賺錢 甚至把它當定存概念股 再怎麼樣操作 但是都是他自己的認為 我現在舉一檔公司 你們就恍然大悟 好不好 今天都知道台北股市漲了204點 潤泰集團的股票 就兩個字 悲情 其實我不是來嘲笑什麼 我覺得很可憐 因為大家將心比心 你今天買股票 或許這一筆錢是你的救命錢 結果呢 你去壓了一檔 你自己認為很基優的股票 而且你認為這個時間點進場 是安全的 是有錢可以賺的 管你什麼王冠AI智慧系統 站一邊去 對不對 我們就來看一下 9945 希望你沒有 他的名字 我們請導播照鏡 叫潤泰興 潤泰興 這悲情 潤泰集團 今天跌停板 股票 你仔細看 這個地方 來請導播照鏡 這裡又一根下去 那重點不是在今天跌停板 也不是在昨天大跌 我要跟你們分析的是 對不起 我要跟你們分析的是 這一檔股票 什麼時候可以買 這個時候 王冠第一根紅買下去 有機會賺錢 好 結果呢 這邊你天天買 天天加碼攤平 我看你多有錢 到這邊怎麼樣 摔死 假如這個投資朋友 他有安裝王冠AI系統 我請問各位觀眾 他會不會今天買 昨天買 前天買 大前天買 他通通都不會 換句話說 這一根中長黑 跟他一毛關係都沒有 今天再往下灌跌停板 又怎樣 來個十百千萬 鎖八萬多張 八萬多張的朋友 你要賣給誰 你告訴老船長 你要賣給誰 你潤泰新輸多少錢 這兩天 光這兩天就好 你輸多少錢 潤泰新好公司 好 怎麼會不好 對不對 第一季賺兩塊多 去年賺七塊多 你光看財務報表 好棒棒 對不對 買了 當定存 錯不了 結果呢 送你跌停 可不可以千金難買早知道 我說過這一句話是鬼話 那個是沒有科技的時候 有所謂的千金難買早知道 在股票市場 現在這句話早就被我的 王冠AI系統打破了 我們昨天就知道不用買 我們前天也知道不能買 我們大錢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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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天可以買 你告訴我 很多投資朋友 不相信科技 全憑感覺 或者是跟著投顧老師 在操作 然後呢 他的老師呢 也沒有什麼依據 就是告訴你會長就對了 那你不是請鬼拿藥單嗎 對不對 現在是什麼時代 2022年 你不相信科技 你好不好笑 就像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 如果烏克蘭沒有別的國家資源 早就已經怎麼樣投降了 雖然打得很慘烈 但是啊 他後面偶爾都會有高科技的武器 來怎麼樣 來支援他一下 這個帳才打得下去嗎 對不對 當然我們希望早點停火 不要再打了 打下去都是死人啊 你看烏克蘭已經變廢墟了 很多地方那個 要重建要花多少兆 那人類好好的過 和家歡樂的日子不好嗎 一定要搞成這個樣子 老船長看了會覺得很心酸 好理家在沒有發生在 我們的這一塊土地 對不對 很多事情其實你是可以去預防的 戰爭其實也是 當初不要那麼衝動 自己拚 後面還有人在煽動 拚下去結果怎麼樣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啊 老船長跟你說 你要相信科技對不對 每天早上要做股票 桌上先擺好王冠AI系統 假設你今天早上八點半起來 你想說論太星 昨天跌停板大跌 我今天來撿便宜 對不對 你心裡面可能有這種想法 但是你用手指頭按一秒鐘 你會發現 哎呀原來怎麼樣 不能買 那請問一下 今天這個成交有六千多張 你有買到嗎 那明天再一根呢 後天再一根怎麼辦 鎖八萬多張啊 各位觀眾朋友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其實可以早知道的 鐵鎮如山 你輸掉了錢 不知道可以安裝多少年多少套了 相信科技一秒鐘 你就能夠改變你的一生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當台北股市在王冠AI系統的監測下 是呈現空方架構的時候 老船長坐在這邊苦口婆心 告訴你做多要賺錢沒那麼容易 你要聽得進去 好我舉一檔股票做例子 這一檔叫金居啊 對不對 台北股市空方架構 這一段全部都是 你就拼命做多 然後怎麼樣 最後你不要做多了 去做大樓管理員 金居也是好公司啊 對不對 你加碼攤平融資斷頭出場 走向歸零高之路 那我坐在這邊 每天讓你看免費的 對不對 你要借心 這個台北股市在空方架構 很多股票 金居也是在空方架構 老船長說母湯不能買 對不對 沒有錯吧 那我會坐在這邊 把觀眾當白癡笨蛋蝦子嗎 我說這個可以買了 就是空方架構 那當場詐欺啊 對不對 好 那你看金居喔 他跌死了對不對 總是會有漲的那一天 可是你等不到嘛 好 今天漲停板 對不對 老船長好羨慕啊 這邊就買的人 或是這邊都買很羨慕 不用羨慕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你來 這一檔是不是叫金居 沒錯啦 好 你看一下 請導播照最近謝謝 昨天翻紅 昨天是王冠第一根紅 你不用今天買 這個鐵證如山 大家請照這邊 昨天你看得出來 你是左眼還是右眼 你感覺可以買 你告訴谷海老船長 昨天喔 你今天當然快漲停 誰都知道要去追嘛 但是要不要追 不用嘛 昨天 昨天你怎麼看 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們的系統告訴你 昨天是王冠第一根紅 問題是之前它紅不紅 你看清楚喔 我沒有詐騙 這之前能買嗎 換句話說 之前這個一連串的下跌 關你什麼事 你可不可以避開 可以 只要你有安裝王冠AI智慧系統 一秒鐘就看出來沒有模擬兩可 也不要什麼十八線翻多 才怎樣 那麼多麻煩 還有一個一個對 不用 就是一秒鐘 一個好的智慧軟體 看上去就是簡簡單單 搞一堆噱頭 那個都是騙人的 講那麼多就是要能不能買 就一句話講完了 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 就買 不能買就不要買啊 所以我說就是要一秒鐘 二十歲到八十歲 只要你怎麼樣 有一根指頭按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不會因人而異啊 不會有差別 你是知識分子 你沒有念過書 這就是不行 通通不用 也不用研究個股的基本面 壓本面 籌碼面 那個我們都幫你設定在參數裡面 你知道嗎 所以金居這個跌的半死跟你沒有關係嘛 你有安裝 對不對 你根本就不需要嘛 什麼時候買 昨天買了 昨天 昨天你看得懂嗎 昨天 你的桌上有這一套系統 你告訴谷海老船長 你是不是就不再是 以前那個無下阿蒙 那個被人家怎麼樣 牽來牽去的散戶 耍紅啊 我們來股市有點尊嚴嘛 不要被那些老師騙 人會騙人的 對不對 科技 電腦他不會騙你 他不是說我今天我這個主人 我很討厭 這個不能做多 我故意弄個紅給他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但是你每天早上起來 你把財經台打開來 那些連線的就是趙圖碩故事 那些連線大老師 大漲他們就說漲 哪一檔股票 大漲他就說 他之前就告訴你 他怎麼看好 都是那些鬼話 我聽都懶得聽 想吐 想吐你知道嗎 做人可以做到這樣子 出賣自己的靈魂 然後把投資人害死 對吧 所以你要注意 老船長跟你講的話 你好好去想 現在好不容易翻成多方架構了 你安裝這一套系統 後面好的股票 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押房子買啊 怕什麼 跌的時候空方架構股票 你很神勇啊 加碼貪平 越貪越平 你都不怕 融資斷頭了你也不怕 現在真正可以大幹一場的時候 你怕什麼 老船長只怕一件事情 老船長還有你怕的 對 我怕你沒錢 因為你不聽我的啊 你就一直買買買買買 買到最後你沒錢了 對不對 跟你說買多方架構的股票 你要聽得進去 這是科學 相信科學的人 我不敢說你智慧有多高 你有多聰明 但至少你是活在2022的現代人嘛 對不對 你從台北到高雄你用走路的嗎 你又不是苦行生 對不對 你是苦行生 我們怎麼樣 尊敬你 阿彌陀佛 對不對 你只是從台北要到高雄去玩 或是去洽工 你用走的 老船長白癡啊 當然是坐車啊 對不對 坐高鐵坐飛機啊 那就對了嘛 那高鐵飛機不是現代的科技嗎 難道清朝時代就有嗎 所以把我的話好好的想一想 股票市場當然要利用科技啊 你聽你的老師每天在吹牛啊 對不對 像我這樣專業厲害的 我都需要科技來怎麼樣 來輔導我們操作 這個話你要聽得進去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一檔股票 6133 6133 我盡量講一些平常沒有講的股票 這一檔股票叫什麼 叫金橋 它是算主力股 對不對 主力股喔 再厲害的主力股 也逃不過我的怎麼樣 王冠AI系統 看到沒有 來對上來 起漲點 就抓到 難不成主力 跟我的王冠AI系統 他們認識彼此通電話 哎呦我要拉了 你翻紅啊 你說一個分析師會比 王冠AI系統厲害嗎 包括我在內都不可能 對不對 不然你用肉眼看啊 來 6133 好讓你看一下 這一天 這一天你是 你感覺出來它要開始大漲了嗎 老船長我真的感覺不大出來 但是喔 今天掌停板了喔 我就感覺出來了 我很神勇的追進去 哇好高興喔 鎖起來 還鎖個十百千萬 一萬六千張 神經病了 可以幫人家抬轎 這裡你不買 這裡你買得很高興 這裡你買得很高興 這幾十趴耶 要買精巧的朋友 有安裝王冠AI系統的朋友 一定是買這個點 不可能買其他的點 因為在這一天翻多 科學就是這樣子 科學它是經得起怎麼樣 一再的重複的 反覆的實驗得到的結果 那叫科學 否則那叫偶然 那叫註細 你聽得懂嗎 所以一些偉大的科學實驗 都是在一些科學家 在實驗室裡面 反覆的做測試 那一樣的道理 王冠AI智慧系統 我們反覆的怎麼樣 改變它的參數 設定它的參數 到近乎怎麼樣 不敢說完美 我覺得很漂亮的境界 我們把它怎麼樣推出來 讓投資朋友 普羅大眾使用 哪怕是這個主力股金橋 抓到起漲點 所以你跟我說 你今天買金橋漲停板 我幹嘛懶得理你 神經病 你幹嘛今天買 這邊不買 你這邊買 好不好笑 那有太多的股票 現在都是怎麼樣 王冠第一根紅開始了 對不對 大盤沒有翻多之前 你每天看我的節目 我有沒有叫你大幹特幹一場 我不敢 因為在空方架構要做多 要賺錢不容易 你了解老船長的意思嗎 對不對 蝦米這一波大盤會多到什麼時候 你就是每天打開電腦就看 它什麼時候又翻成空方了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保守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那現在好不容易大盤翻 王冠第一根紅 奇怪了 空方架構 我每天講你不怕 輸到去做管理員了 對不對 走向歸零高之路了 現在我跟你講 終於 終於 很重要講三次 翻多了 你跟我說你沒錢 沒錢那就算了 你說你還是不大敢 我就覺得投資人很奇怪 那個跌他都不怕 就給他放著 不怕不怕 對不對 終於解套了一天 底部開始要讓你買 你看像這種 像這種金居這種跌死了 對不對 跌死了 開始漲了 反而大家不敢買 也不用今天買 昨天就知道 那金橋這個N天之前就知道 對不對 金居的多少 8358 昨天就知道 昨天 我剛剛給你看證據的昨天 但一切 我覺得 如果沒有安裝 都是白講 都是枉然 對吧 大家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好好想一想 你是不是要在這個多頭行情 對不對 大盤翻多的第一天 打電話進來 安裝一套 然後呢 你用這一套系統 再加上老船長會給你 摳訊 把你過去輸掉的錢 趁現在趕快 賺回來才對吧 我衷心的期待 你的智慧開啟 而且你有勇氣拿起電話 平常我不敢講 今天 今天正式翻多的第一天 五四 人生有的時候就在這一刻 你的當下決定 現在開始撥打安裝 好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按照 按照 資訊